請問首先我們來關心的話題是 臺中捷運在去年五月 被附近建案的施工航架 入侵軌道 造成了一死十五傷 應安會在今天公布了調查報告 列出可能的噪音 包含了作業人員 不當的操作拆除機 造成航架錯區斷鏈 最後導致它是起重機 航架墜落軌道 那至於臺中捷運 雖然是有緊急斷電 和手動駕駛臺 但因為軌道 沒有偵測到異物 所以無法斷電 又因為列車是在十二秒內 撞上異物的 戰務員是來不及按下緊急煞車鈕 才造成這起事故發生 去年五月 剛從楓樂公園站出發的 這班臺中捷運列車 不到一分鐘 隨即撞上軌道上的異物 釀成一死十五傷 歷經事故一年多 運安會公布調查結果 五到十六秒的時間 我們對記錄裡面的調查 此次責務員在發現這個航架 一直到列車撞擊到航架 中間僅隔十二秒 所以當天的時間是不足以 讓它開啟蓋板 按壓煞車按鈕 運安會列出終結可能噪音 包含作業人員不當操作 拆除機 造成航架錯去斷裂 導致塔式起重機 航架墜落軌道 另外事故列車的下行軌道 當時並未偵測到異常 沒啟動斷電 加上雖然保全人員 有發現軌道異物 但因為車站月臺 沒有緊急停車設備 隨車站務員在列車出發後 也來不及按緊急剎車按鈕 才造成事故發生 還原事故經過 當天十二點二十七分二十九秒 列車從豐樂公園站出發 兩秒後車站保全舉手 致意不要發車 站務員緊急呼叫行控中心 行控中心回復後 列車就撞上軌道異物 造成一死事務傷 預案會點名終結 勞動部職安署交通部 和臺中市府都得改善 勞動部職安署表示 今年四月已建立起重機具 作業安全管理指引 交通部則回應已預告修正 大眾解運系統 兩側禁見現見辦法 明定高空吊掛作業 應提出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臺中市府表示 今年三月底已公告實施 強化臨近大眾運輸 桌邊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原則 有關運案會五大建議 多以改善 市府將持續督導 終結公司透過程序面 人員訓練面安全宣導 還有設備面等措施 繼續精進 簡短緊急停車通訊用意 明確緊急停車決策授權 需停止列車運行時 第一線人員均可立即操作緊急停車 相關設施設備以爭取時效 運案會指出終結是國內首次無人駕駛系統 發生重大歪五入侵事故 建議重新檢視緊急停車設備 行車事故應變 從法規和設備面全面改善 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記者中島